大家好,又是我GGF Style 今天我要介紹這個 iPhone 5X IronRain 86KL的 鐵甲旗幼規格手機套 我身邊左邊這個就是翻版 而這個就是正版 待會我先介紹完開箱 再介紹它們兩個有什麼分別 事不宜遲我們開箱 開箱原來是這樣 它裡面打開 裡面有一張黑色框 框著它 裡面有兩張紙 一張是寫著這些說明的 這個就是教你如何看動閃光燈 就是胸口 就是這樣 記住 正版的手機圖 一定會有一個孖虎的標誌 不是它就沒有了 正版它一定沒有 好像這個 什麼都沒有 還有它亮燈 亮了出來之後是黃色燈 不會像這種白色 還有它這個鎖不緊的 你可以看到它很鬆 它已經鎖緊了 它已經鎖緊了 都不是很緊 只不過我也很緊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胸口 它的反應器是 就是 那些細節 是沒有那麼明顯 比這隻翻版的 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 拔出來 還有它 它這些 三個型的顏色 是 比較深色些 它這個是 又又又淺色 還有 還有 這個 可能很多都是這樣 是一定陷入 我買了有一個缺陷 就是 這裏 有個那位 很傷心 這些大品牌出到 有那位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 現在就要說 顏色 顏色 還有它的噴漆方面 這個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它 表面 是 磨砂多一點的 就是 等等 就是它不會像 這個按光 或是 反光 金屬感 那樣 它的噴漆是 超差 好像這裏 它還沒有噴好 唉 這個真是煩 這裏 還沒有噴好 還有這個是比較難開一點 要大力 噴漆 噴漆 全部都很粗粗粗的 你最好買回正版 不是我 除非你接受到這幾點 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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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這些 這些 這些 是圓潤 過剛才那隻 反彈 拿這個來給一下 你會見到 這些 是 好像一格格 那樣 這個是 它那些 一粒 這些位置 都做過圓潤的磨 然後 就是這樣 今次這個介紹就完畢了 謝謝大家收看 好 好 好